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歧歌 不要摔你 野豬大罵花絮 花店老闆為捍衛這間店和野豬埋伸肉搏 在雙方肉搏之前 野豬已經在另一間花店玩了一輪 星期六的早上 他才闖入旺角花絮圓藝家的一間花店 射他 大批警員和漁護處人員說到 嘗試把他圍捕 現在還沒抓到嗎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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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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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他就衝到旁邊的寶田大廈另一間花店 花店的老闆嘗試攔截但不成功 更加被野磚咬傷右手右腳 我們老闆叫我們走開 他就自己走出來幫忙摺 今個野磚咬了老闆 就是這樣 當時這個是不是Cash 還是Money Money 方姐就說這次是第一次見到野豬出沒 而店頭的老闆就送到廣華醫院治理 現場地上還流入血跡 漁護處麻醉師到場 和野豬對視了大概一小時後 終於將野豬麻醉 由漁護處人員將他帶回去做人道處理 以保障市民的安全 涉嫌利用難民食物卡轉售圖利的案件 警方在星期六再拉多一個人 消息說華醫就是幕後主腦 一度潛伏回內地的彭太 她今天回香港時被捕 警方說今天下午在西九高鐵站入境大堂 就本案再拉多一個68歲姓崔的女人 涉嫌串謀詐騙 她正被拘留調查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在星期三 就已以涉嫌串謀詐騙拉了六個人 包括兩個涉嫌濫用自己食物卡牟利的 南亞越南民 涉嫌轉售物資的50歲姓礦的婦人 一個超市經理 一個藥房老闆和藍職員 警方說 經準一步調查 相信這個詐騙集團 以現金六折收購 發放給免獻聲請人士的電子食物卡 再以七折轉售這張卡所買的食品 給附近藥房賺取差價 消息說 匡府和拍檔彭太轉售物資 每個月收入可以高達8萬至10萬元 至於被捕的難民 其中一個長時間耐用食物卡牟利 相信她除了供貨給彭太和匡府外 亦曾經向其他人轉售物資 案件至今抓了七個人 警方說行動仍進行中 不怕除有更多人被捕 火警鐘不斷響 大廈頂層的單位不斷霧出濃煙 有居民拍到熊熊烈火油單位窗口霧出 甚有如貴 第一次 很近 心很害怕 對 火海無難 還有東西由高處跌下來 嘩 跌下來 大埔太湖花園二期十七座一個頂層單位 星期六下午1時突然起火 消防接報後 出動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灌救 半小時後火勢終於舊式 涉事單位的外場已經燒到黑了 有大約一百名居民需要撤離 現場有警員幫居民登記 有兩個人吸入濃煙不舒服 需要送院治理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現場交通一度受阻 警方調查意外起因 有網民在失脈群組發帖 只在兒童醫院近郵站馬路發現銀包 室主應該是的士司機 裡面有多達9220元現金 樓主說以原封不動送到警署 叫室主自行拿回 大量現金令網民認為這個數可能拿來救命 然而有網民留意到同一貼民組 今年4月初已經在網上出現 近日再轉載到多個群組翻炒 翻查資料原始鐵文在封存的12小時之內 就已經有室主家人留言感謝 說司機爾去警署應領 好人好事已經有個好結局 大凡他吃到飯 看著他只喝到粥水 或者到現在他已經認不到我是誰 只是說不吃不吃 你不要煩我了 我不吃這樣 五十八歲的黎景峰 本身是月形肝炎患者 今年7月確診急性肝衰竭 需要做換肝手術 黎太太因為年過六十 鑽肝被拒 兒子也因為遺傳了月肝 而不適合鑽肝 黎景峰是痛症師 他工作幾十年 過去幫不少病人恢復活動能力 本身亦都經常做義工 常常在背包 都會有急救傷 有些什麼事 他都會大一時間走出來幫人 就是一個這麼普通的人 黎景峰入院以來 已經等候肝臟三個月 期間亦都曾經出現合適的離世者肝臟 但是因為他排第二順位 最終落空 醫生說如果 這兩個星期都沒有肝臟的話 怕他等不及 我就想透過你們 讓大家知道 真的希望會不會有一個好心的人 真是這麼大愛的人 肯出來幫我們 讓我先生有一個重新的機會 黎太太希望 有B型血的有心人捐肝 有意捐肝者 請盡快聯絡馬力醫院 憑著肉鬆小輩爆紅的深圳人氣高點 鮑師傅成為了香港人北上必賣的手信 之前由深圳回香港的港鐵車廂裡 一人一代鮑師傅的畫面 更加引發網絡的熱烈討論 最近鮑師傅的創辦人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透露了一個好消息 他宣布鮑師傅將會在明年的上半年 開第一間香港分店 據了解 越來越多內地的餐飲品牌計劃 或者已經準備在香港開店 而外界最關注的 都是香港門店究竟會賣多少錢呢?